各位参与银法轻松煮健康乐活吃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 很高兴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去预录的方式 和大家一同参与这次的活动 根据内政部四月的说明 台湾的老年人口突破14% 每七人就有一位老人 我们正式迈入了高龄社会 银法族朋友的需求成为重要的议题 而吃是所有生活需求的第一位 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说 吃更是确保营养均衡 身体健康的重要途径 而在台湾的社会创新领域当中 食农相关的社创组织社会企业 一直都占据相当的数量 目前进驻社创中心的 33家社创团队当中 就有6家是属于食农领域 在这些朋友的努力之下 台湾的在地食材以及料理方式 出现了更多更安心 更丰富的呈现方法 我也很高兴看到这次的活动 使用360度全程直播 以及大道成TV的高画质影片 双轨录播机制 让许多无法前来现场的长者朋友 也可以远端参与 这次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绿野农庄 以及教育电台 银法新世界共同合作 为年长的朋友 示范健康饮食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跨领域社会创新的最好示范 我相信在网络及时对话 和实体课程的结合下 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机会 和年长朋友一起学习 共创美好生活 最后感谢各位的聆听 也预祝本次活动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